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别人不理解我们或面对患难逼迫和伤痛被敌人包围和抵挡时 我们是否还能像耶稣一样用父神的爱和智慧来回应抵挡和对抗他的人 并活出真正认识神和爱神爱人的生命吗 今天我选择的成修圣经章节取自于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二十八节至三十一节 好 让我们一起来读 有一位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 晓得耶稣回答得好 就问他说 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耶稣回答说 第一要紧的就是说 以色列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所以就如耶稣所说 最重要和最大的诫命是爱神 其次是爱人如己 如果我们不断地忙碌去服侍和帮助人 若不是出于爱神的缘故 那么只会停留在做善事 做给自己和别人看 而不是为主而做 那么神所要求我们 对于他的爱乃是要爱到一个尽的地步 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困难 因为很多的时候许多的人和事物 都分去了我们爱神的心 叫我们又想爱神 又想偷着爱世界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 是永远无法达到的 但是神从来不要求我们 做我们办不到的事 在人是不能 在神是凡事都能 因为他会供应和帮助我们 借着圣灵的能力 使我们能逐渐爱他 到尽心尽信的地步 唯有让神的爱 更多的充满交换 激励我们 我们才能够自然而然的 流露他的爱 要爱人如己 是引自立位记 第十九章十八节 我们爱神 因为他先爱我们 人先爱神 才能好好的爱人如己 要爱人如己呢 就是要付出 无私和牺牲的爱 这只有活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 方能做到 因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这也是以活出见证 爱神爱人的生活 以此成为祷告的原则 上个星期 我的大儿子叶俊 因为运动意外跌倒 伤到右脚踝 有三处骨折 紧急入院 在一星期内 需要动两次手术 包括缝合伤口 安放这个暂时铁架 最终放置铁片和螺丝 在右脚踝 这十天期间 我们无法入院探访他 我们一家非常感谢 牧师传导们 中英文 创意事工 小组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在疫情期间 还通过电话 短讯 用爱心关怀 问候叶俊 为他祷告 并轮流到我们家探访 和送补品 我们领受到大家的爱 和极大的鼓励 这就是活出 爱神爱人的诫命 感谢主 数数一切顺利 叶俊已经出院 好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赛利亲父 感谢你 赐下你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来到我们的生命中 来帮助我们认识 神你的爱 帮助我们的主耶稣 让我们每一天 更加认识你 更加明白神你的心意 并遵循你的诫命 要尽心尽信 尽意尽力 来爱神 还有爱人如己 主啊 继续的帮助我们 好让我们每一天 更加的认识你 并且活出你的爱 用基督的生命 来传扬你的爱 来让更多的人认识你 完成你在我们 生命中的旨命 旨意 我们感谢 我们赞美你 是奉主耶稣的 圣灵名而求 Amen 愿主是佛你 也让我们一起 继续的用时间 读完这一章 好 我们再会